Hello 各位好 我們上次講完這個A-N次-B-N次 是怎樣去拆 但是呢 我們說呢 上次的方法大概就是 例如這樣說 A-B 一定有這一塊 然後後面呢 就會有一堆東西 有一堆不知什麼加什麼加什麼加 很多東西加在一起 這裡我們說呢 其實它會有N東西 這樣的話呢 其實呢 我們這樣去拆 我們會發現 其實它是兩塊東西在一起 但是呢 我們呢 其實有另一種方法去拆它 其實怎樣做呢 我們說呢 其實因先分解 我們有另一種方法叫什麼呢 就是 我們A-B A-N次-B-N次 照寫的 我們可以屈它呢 等於0 就是當它是方程 這樣去解 那我們說呢 可以當A是變數 如果我們當A是變數 來看 其實我們解完之後呢 其實我們說 我們說A 不是我們說N次方程 其實會有N個根 就是A-A的第一個根 那來講呢 其實我們會呢 最終會化成A-A的第一個根 那 成為A-A的第二個根 那A-A的第三個根 這樣玩下去 那玩到最後呢 我們會看到一個問題 叫做A-A的第N個根 最後呢 最後呢 這個的東西成為0 會剩一條0 那它剩一條0 那這樣的話呢 等於0 我們會屈下去 所以來到我們說 左邊的那個 的音色分解 就會是 下面這個 其實就會N個 一起的 也就是 即是我們這裏是A的話 這裏跟A的話 就會有N舊 當然啦 其實它不是一定N舊的 如果這裏不是A的話 如果這裏是A的開方 其實它就會有2N舊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A-B A-B是不是不能拆呢 不是的 A-B也是可以拆的 怎麼拆呢 如果我們當這個叫做A的開方 的平方 減B的開方 的平方 那我們是不是屈了這個平方出來呢 這樣的話 其實是會變成一個東西的平方 減變一個東西的平方 我們會說它是這個 左底減右底 然後呢 還有呢 承認我們這個叫做 左底 加右底 的這個物體 這樣 其實它可以拆做兩塊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把這個A 其實開方了 是不是 所以其實呢 對於這個底來講 其實這個A是它的二次 是不是 所以其實它會有兩倍的跟 是不是 那就不要說太多了 我們先看 講回我們那個主題 先 對了 那這個東西 到底我們說實戰 是怎樣去算的呢 我們先看 其實我們說 如果這個A的N次 加 B的N次 等於0 其實是可以化作 A的N次 就等於B的N次 其實呢 我們之前已經有一段影片 其實是講過 怎樣去解回複根出來的 是不是 因為我們當它A是變所 詳細的內容 我們就不講了 我們就簡化一點 去演述一下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會說 如果 如果 這個A 我們可以寫作 R E I Theta 這樣的話 A的N次 其實就是R的N次 再乘以這個E的I N的Theta 那麼多次 是這樣的去玩 對嗎 對嗎 那怎樣去做的呢 其實 我們會說 其實我們會說 其實我們怎樣做的呢 如果我們說 當個R是B的話 然後那個Theta 就會當它是0 正負2pi over N 正負4pi over N 正負6pi over N 這樣它會玩下去 為什麼這樣會做下去呢 因為我們說 如果我們算 那個N次出來的話 也就是說 A的N次會變成什麼 R的N次 就是B R是B 對嗎 所以我們是B的N次 然後呢 我們這個 E的I 這裡是N的Theta 就會跟下面 這一堆的N 約軌了 所以其實 這個Theta 這個Theta 其實會等於0 正負2pi 正負4pi 正負6pi 這樣它會玩下去 對不對 對嗎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說 如果掩住這一塊 掩住這一塊 掩住這一塊的話 我們只要畫E的I 不知道多少次 我們去看 我們畫圖出來 畫圖出來 單位圓來看 E的I 0次 其實在這個位 E的I0在這裡 那你說 正負2pi 其實就是 繞一個圈 順時針或者亦時針 繞一個圈 4pi不就是繞兩個圈 6pi不就是繞兩個圈 其實都是來這個位 所以其實呢 E的I 這一堆的翅膀 其實都是1 來的 是不是 那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沒有了後面 掩住它 那A的N次等於B的N次 那就出回我們原本的東西 所以它是正確的 那怎樣繼續玩下去呢 那其實就最後我們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怎樣去整理一下呢 那我們首先寫這個 我們說的A A就等於R EI Pheta 那R是B 那EI Pheta 我們另外寫 Pheta就是這裡寫了 這裡列出來了 那這個我們整理一下 其實它會等於 A 減 B E I Pheta 那會等於0 那 但是小心點 這裡的Pheta 是會帶不同的進去的 所以其實呢 總共呢 這裡是會有N個東西的 就成在一起的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它是會這樣的 還有呢 我們說呢 等於0 是我們一開波的時候 寫給它 本來是沒有這個 存在的 所以我們等於0 都是不需要去寫它 那 那剩下是什麼呢 剩下我們就要 減那個Pheta 的情況了 因為為什麼呢 這裡來說 其實正虎 是很麻煩的 我們不如不要理 一律當是正 那不會少了東西的 因為它一直無限地下去 你儲夠N個就可以了 它會循環的 就是說什麼呢 那 再寫一個 那就是說 Pheta 其實是可以寫作 我們說當它只有正 那 其實這個是0pi over n 2pi over n 4pi over n 那 6pi over n 這樣去而已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那這裡 E的IPheta 但是Pheta裡面 其實每一塊都有Pheta 那所以呢 我們說 E的IPheta 其實是會-1來的 那 也就是說 我們是可以 把它呢 再整理一整理 為了方便起見 我們不如寫作 嗯 有一個Pheta 那 變成我們說 Pheta 0 over n Pheta 2 over n Pheta 2 over n 4 over n 這樣玩下去 那 我們會發覺其實呢 是那個 右面的份子在變 那 不如我們呢 再改它 Pheta 對 那 那我們就會知道 這個K 其實呢 它是由0一次 1 2 3 這樣玩下去而已 玩到多少 我們說總共有n 夾東西 那所以呢 其實最後就會n-1 0 去到n-1 就是n夾東西 那 所以最後呢 剩下最後呢 我們就是呢 去到整理這條色 就可以了 那 那首先我們照抄先 這個 A-B 那 大家見不見到 E的I 那 它Pheta Pheta Pheta Pheta裡面 一定會有個Pi 那 我們說呢 我們說 E的I Pheta Pheta 這一塊呢 E的IPheta 我們先撿出來 E的IPheta 是甚麼呢 我們說 Pheta 其實是Pi 2k N 那就照寫 Pi 呃 不是 Pheta 是Pi Pheta 2k N 那 所以呢 我們會發覺 因為我們說 E的I Pheta 其實就是 -1 來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 E的I Pheta 去 執成 是 -1 的 2k over N 那就叫做簡潔 2k over N 不適 了 所以我們說 EI Pheta EI Pheta 就是 -1的2k over N 所以我們 這裡就照寫 這裡就會是 -1 的2k over N 三番 符號 這樣而已 我們說 -1 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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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 2 'd2 -3 -3 -3 -4 -5 -8 等於多少 我們用這條式來刷它 怎樣去做的呢 不如我們直接去寫數 這個k就等於0 n-1 n-1 n-4 n-1就是3 跟著 我們a 照寫 b 也是照寫 跟著我們-1 2k over n-4 所以是這樣的一塊 那你繼續不如再剪開它 如果你再剪開它 會變成什麼 a-b 跟著-1 其實這裡你可以約了它 這裡 不如約了它 那這裡 變成分母2 kover 2 所以這個呢 就會是k 一開始代0 所以是0over 2 1 再來了 a-b -1 我們今次代1 1over 2 又0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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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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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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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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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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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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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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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負負得正的話 我們就把前面的負號變成正 那就變成BI 所以就是這四個東西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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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東西 你說是嗎? 我們不相信你就成在一起 怎樣成呢? 我們說這裡 A-B A-B 就是A的平方感 B的平方感 在 Intenta 後面的二三四個塊 又是 前面跟前面一樣 後面又是一樣 一負負到 其實我們是A的平方 減加後面平方 那後面平方小心一點 後面是什麼? 我們首先 我可以去多的是B的平方 但是I的平方 Is-A 負一,你便可以為前面 這表現正 是不是? 這樣之後 其實這一圖 再可 我們又發覺它是A的平方-B的平方 A的平方加B的平方 左邊等於左邊 右邊等於右邊 減和加 一減一加來到剛 我們會說是左邊的平方-右邊的平方 A的平方的平方就是A的四次 B的平方再平方就是B的四次 所以我們會還原A的四次-B的四次 這個最初的事實 我們用這條色 原來發覺是可以做得到的 其他例子都可以試 不過免得這麼麻煩 那...可能大家會有一個問題 這條色我們說呢 這條色來看 我們是A的N字-B的N字 如果加怎麼辦呢 其實加可以代回這條色去拆 其實如果大家記一條就可以了 記這個... 啊... 減可以了 記這個A的N字-BN字-BN字可以了 加的話呢 其實我們也是用那個記念 就是呢 即是說... 我們不如這樣就看吧 即是說如果金鑊呢 我們是... 即是說如果金鑊我們是這個... N... 如果我們是A的N字-B的N字-B的N字 怎樣裏玩呢 所以是可以怎麼玩呢 那就 pyt 因為化作硬硬屈到中間就變成負 那你要還給他才行,不要緊的 後面我們變成負1的N分之1次B 整個括著N次 其實之前那集都說過類似的東西 不信你乘回它 這個N次乘回B就B的N次 N次乘回B的N分之1次 就是負1的1次,就是負 負負得證,拆了負好之後 其實是還原這個證 所以是沒問題的,整件事是適合的 那我們繼續玩下去 這裡就是一個N次-一個N次 其實是可以用這條式去玩的 那怎樣去玩呢 其實我們會說A是沒有動過的 一樣的 但是B就走一樣的 那我們就看看它 那,即是說呢 這裡照抄先 K就等於0 N就減1 就這樣了 那怎樣去做product 那我們說這個A沒有動過的 那我們B呢 那B就會變成B乘以這個東西 那B也是有的 只不過是乘多個東西 乘多個東西 乘多個東西它叫做負1 的N分之1次 那繼續乘 這個呢 我們就會有個負1的2K overN 這樣一次的 那你會發覺 喂,這裡又負1 這裡又負1 不如整理它吧 我們說第一樣子數部分 可以加在一起 那所以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會變成原來這個 K由0 那product到這個負1 那我們說呢 這個A-B 那這個呢 就會倒在一起 變成1塊負1 做底 然後我們就會說 2K加1 overN 的了 那所以發覺呢 原來我們說這個正負 動了的話呢 其實只不過是 負呢 上面這個就是2K的 如果是正的話呢 那上面就會變成2K加1 那所以呢 其實 那個樣子都很像的 那如果你要記的話呢 其實都很容易去記的 如果你說 噢不是喔 記性差的 記性差你就記這個 你說這個也記不到 不要緊 你不就 你不就 記得我們以上的步驟 你不就逐步逐步推翻出來 那所以 其實呢 我們就會砌出這兩顏色出來的 呃 那不如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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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大家看到 這顏色的魅力之處呢 那不如我們再做一個例子吧 做一個例子 做一個例子就是 譬如我們這次玩家 玩這個A的 譬如當是 7次 我們做高一點 加這個B的7次 那等於什麼呢 那他們 我們會說拆了7個東西出來的 那我們不如呢 再寫它出來的 那如果說加的話呢 那其實我們可以用回 我們這條色呢 去處理的 我們可以用這條色去處理的 那怎樣做呢 其實都是這樣做的 不過我們呢 撿一撿些數字出來 先看吧 1K等於0 那上面呢 其實去到6個而已 然後呢 我們右邊來說 A 減B 那 負1呢 照寫那隻 那接著呢 我們說呢 這個2K加1 對不對 那這條加來講呢 如果大家懂得背的話 這條加呢 那這條呢 上面要加1的了 那 那over呢 N是多少 N是7 這樣子的 那接著我們再去剪開它 那怎樣剪呢 我們會發覺其實它是呢 A 減B 負1的 那 如果K是0 代上去的話 那這個呢 就是7分之1次的了 那繼續的了 A減B 那 負1的 那其實呢 每次加2的 這個位置每次加2的 那基本上你寫了第一塊 之後那些很容易寫下去的 那就是3 over 7的了 那再寫 那其實呢 你明白那個規律呢 那上面那條式呢 好像很複雜的 但是其實你明白那個規律呢 是不用去到 每次都看它 是不是 就是 其實我們說呢 其實每次呢 每次呢 留上這個 指數的分子部分呢 是每次加2的 那所以第三個就是 A減B 那 負1的 5 over 7次 然後 繼續的了 A 減B 負1的 7 over 7次 那 你別以為呢 去到7 over 7次完 不是的 我們說什麼時候才完 我們說 草夠 7夠就完 那這個死夠而已 是不是繼續下 繼續下的 我們會是 A減B 負1 那這次就會是 9 over 7次的了 那繼續了 那加快速度而已 A減B 負1 那個的 11 over 7次而已 那最後一塊呢 那最後一塊呢 就是A減B 然後呢 就會是負1 那個叫13 over 7次 這樣解決 那你儲夠7夠呢 你就不用再寫了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下一塊呢 15 over 7次呢 其實是等於這個 7 over 呃 7分 會等於我們的7分之1次而已 那當然啦 我們說 那麼高次的話呢 其實我們就 去驗證就難一點 因為我們要 乘回的話 都挺麻煩的 那但是呢 它就是正確的 對啦 它是7個東西 那還有呢 我們說呢 這樣寫出來呢 其實都挺漂亮的 對嗎 就是看上去會比較漂亮 對嗎 就是好像很整齊 那樣的 那另外呢 我們又計了個 A的5次 減B的5次 純粹是為了 給大家對比一下 那個情況 如果我們發覺中間是減的話呢 我們會發覺 其實它的指數部分呢 呃 那個的 呃 分子呢 它就會是0 2 4 6 8 就這樣去的 就這樣去的 如果我們說中間是加的話呢 那因為我們上面條色呢 這個分子部分加了1 所以它就會1 3 5 7 9呢 就單數這樣去的 那還有呢 我們其實那個 訓母是什麼呢 訓母就是 你跟回你的指數而已 一開始本身 那N是多少 對不對 那這裡是5的話 那這裡跟回是5 訓母 就是5的 對不對 那其實 其他東西是照寫的 都是 A-B 然後 負1的 不知道多少次而已 對了 那所以呢 那這裡呢 如果大家想去到驗證的話 那你自己有時間 慢慢自己繩出來 那這次就講到這裡啦 那這次就講到這裡啦 都... 就是... 主要是講回 這條色的啦 減呢 就這條 加呢 就是這條 但其實基本上是同一條而已 那大家如果想記就記去吧 那其實我們就叫做 提供了多一個方法呢 給大家繼續參考啦 那大家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疑問呢 都可以繼續去問的 那就好啦 那這次就到這裡啦 多謝收看啦 拜拜 か玩笑 也要到這裡啦 對 那些不滿 牠就在那邊 那些不滿 也要 那些不滿 那些不滿 有什麼 那些不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